举完脚的时候 这小男孩本来等着说 这个老板是不是要给他什么事 结果这个老板就对这个小男孩说 我已经把你的想法到处了耶稣 但是耶稣没有同意耶 他只你请求掉一双鞋子 耶稣没有同意 耶稣说叫我给你一双袜子 就跟宏启刚刚讲的答对 他要的礼物没有要到 他是要鞋子 但是这个老板娘只要给他挂 这小男孩听着说 笑容家住了 要下点月来 我今天的礼物套他们 这个时候 鞋店的老板激动的补充说 小孩子小孩子别急别急 你听我把话说的明白 我们每个人对上帝都会有祈求 但是呢 上帝呢 并不能固定把现成的东西来赏给我们 就像我们是在我们人生的生命的果业之中 我们的祈求我们的果园的树 都长的那个果实的一领 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果实的一领的礼物耶 上帝只给我们了一粒种子 只要你把这一粒种子拨到我朋友里头 细心的客户他 他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果 到了秋天的时候 就会有丰收的果实 鞋店的老板就急着说 你不要我 我用我的例子来跟你讲 我小时候我现在当鞋店老板